YES! 終於來了! YES! Inksgate 應該是這樣裡面吧 開箱之前啊 首先我要就是很讚賞這個賣家 從聯絡一直到貨運然後一直到溝通上 還有幫我去催貨什麼的 非常棒 那因為中間有一些頂類 所以他也有幫我趕快去催 所以很快就來啦 好 廢話少說 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哇 登~~~ 然後它的重量 嗯...還可以 它有這種護具 然後有...什麼勒? 這什麼鬼 哦...對 這應該就是護前面的 然後遙控器 充電器 好 簡單說一下 為什麼要買這一塊呢 因為它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用體感的方式去做操控 就是一般電動滑板 不就是用遙控器前後嗎? 啊左右你自己控制 但是這個體感的意思是說 你往前它就會往前 你往後就會往後 對 其實我蠻想試試看這個功能的 好 那就是趁還沒有下雨的時候啊 就是趕快來測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真的太酷了 就是我剛剛溜過來的時候 有發現它有幾個特點 然後還有一些 我覺得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所以就是等一下在做測試的時候 也跟大家就是一個很詳細的介紹 那基本上就是它的遙控器非常的簡單 就是前進跟煞車 有一個地方 它可以切前跟後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譬如說我今天就是用前的時候 就是往上推的時候 就是我往前 操控器往前推 滑板就會往前 那相對就是如果今天我把它切下來 然後遙控器往前 它就是會往另外一頭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也是蠻酷的 就是有那種倒車的概念 好那接下來就來測試一下 它的速度跟它的轉彎的穩定度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剛剛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這一塊啊 蠻大的特點就是 你前進放掉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煞車 所以我還在適應它就是 它主動幫你煞車這件事情 好那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看 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然後放開的時候 然後它就慢慢的煞車 我跟我上一台比是 我只要往後 它就會擠上 所以你人就會飛噴對不對 可是它這一台就是 就是你可能 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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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煞車往後 它就會有沒有 哦還不錯 這台就是有讓我覺得還蠻開心就是 它的煞車是那種很平順的 不會馬上讓你飛噴出去很危險 好接下來我就要測試它的體感的體驗 為什麼會買這台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有體感 所謂體感就是 你身體往前傾 它就會往前面移動 然後就是如果你要煞車的話 就是往後 那我就覺得蠻酷的 因為 如果你有時候你要戴這個 遙控器的話 你要有一隻手 你可能要拿著它遙控 但是如果這個不用拿的時候 你就可以雙手拿你的東西 所以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啊我就趕快來測試一下 來吧 誒過頭了 譬如說身體往前 身體往前 你看它就會往前 就往前 那如果要煞車的話就是往後 有沒有它就煞車了 當然就是它 也不是只有前面這邊可以做體感 譬如說原本是這樣子 它就會往前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腳往這邊 誒誒誒 好 可是如果我腳往這邊 有沒有 它就換這邊往前 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好了 當初我會買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可能就是 比我原本那個再小一點 攜帶方便 不過它重量很像 也是跟我那一塊長板差不多啦 坦白說它也有一點小小的缺點 就是 它其實也蠻重的 可是 目前來講就是 還可以接受啦 因為如果假如帶去搭捷運啊 什麼的 我覺得還不錯 那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速度很像最高 最高很像就是 到一個限速 就不會再往上 因為像我上一塊它可以 再往上衝 可以變到四段 可是這個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段速度而已 就不能變速就是 你可能就是最快就是這樣子 那也OK啦 就是說如果你假如沒有要玩競速的話 可能就是代步什麼的 這一塊是還蠻好體驗的 好 那基本上啊 就是 再帶大家來 溜一下它的速度 最快速度 就可以跟大家說 為什麼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然後 你看我現在 已經推到底了 它其實有點像是 我上一塊滑板推到底的 第三速的大概一半 可是對一般人來講的話就是 剛學的話 這個速度就很夠了 非常夠 就是 你也不用太多 然後大家看好 就是你看我滑那麼快有沒有 然後放開 放開 它就會慢慢幫你 幫你煞車 你看 就還蠻棒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塊的話 其實如果以初學者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還蠻適合的 可以試試看 然後反正就是要滑行的時候 一定要 充分的練習 好 希望今天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也歡迎分享 按讚 跟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